吉安乡正式不平静 27号的上网就发生了一起警匪追逐 由一名窃盗诈气通气的小货车驾驶 因为没有吸安全带而遭警方拦查 没有想到他心虚逃逸 途中还汽车往小巷砖 躲避骑车机车的远警来追捕 而这时一名见义有为的路人 见状是立即将车子开到了路中央 阻挡通气犯逃亡 并且也及时压制将对方交给了警察 好会跑哦 大白天的远警巡逻时 发现一名小货车驾驶 没有依规定系上安全带 于是将他拦下 没想到他因为心虚 于是赶紧转弯逃逸 小货车逃到超小巷弄开不过去 驾驶索性汽车徒步逃跑 男子一个完美的跳跃 跨过车缝和花盆 让骑机车的远警无法轻影跟上 就在远警绕到过去要追捕他时 他又巧妙地往回跑 伸手超敏捷 远方一台车辆看见警方与嫌犯的你追我跑 于是停在路中央阻挡男子去路 驾驶下车将嫌犯双手压背 队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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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驶身被窃盗诈欺两条通弃 因为没系安全带被警方盯上 于是当街展开大逃亡 我通缉啦 警察发现 林姓驾驶为花联地检署发布之窃盗 及诈欺通缉案 前案依法移送花联地检署侦办 即使嫌犯再会追赶跑跳碰 警民合作歹人通缉犯也无处可躲 记者徐力情亚主发联报道